这次史莱克战队的对手是排名第二的雷霆战队 赛前大师便以对比赛人员进行了规划 首先上场的便是泰龙 战斗一开始泰龙便凭借自身强大的能力 抗住了来自对手强力的攻击 凭借大师的一个托子举 成功将对方魂力消耗殆尽 最终泰龙凭借强硬的实力 成功击败雷霆战队的对手 并轻松取得二连事 虽然第三场泰龙息败于雷霆战队的雷九头 但泰龙的发挥早就超过了大师的预期 随即史莱克战队敏攻系的精灵上场对战雷九头 按照大师朵自觉 精灵成功取得的此次战斗的胜利 雷霆战队接下来上场的是一名42级的魂攻 因两人实力差距较大 精灵很快便败下阵斗 随后由小五接替精灵进行战斗 由于对方魂力消耗博大 只见小五一套丝滑的连招便将对手盖 紧接着雷霆战队再次派遣一名魂宗雷天进行战斗 雷天为了快速解决战斗 精直接使用最强的第三第四魂技攻向小五 地上的电闪雷鸣加上空中的雷鹰巡运 小五一时间静不知如何运动 此时雷天的第四魂技像是装了巨屁眼 一样攻向小五 但令众人怎么都没想到 小五竟直接用魅惑成功控制住了此魂技 结果雷天竟吃了自己魂技的强力一击 面对五连败的雷霆战队很明显坐不住 于是副队长雷动便上场进行战斗 面对小五的魅惑 雷动竟直接闭眼进行战斗 在快速地移动中小五发现实际 终于有机会了 看我的第一魂技 无聊风 不料小五却落入雷动早已布置好陷阱之内 什么 第四魂技 所征关 第四魂技